首先呢,把这个暖风取出来,第一步先把这平衡板上上,对不对,上上了以后呢,把这个排烟管和吸气管上上,还有这个油管也插到底啊,上这个板的时候呢,提前把这个油泵线,对不对,就油泵这个线穿出来,然后上去,咱们准备开孔, 开好孔了啊,老亲们,开好孔了以后呢,在边上打一圈胶,这个,把这个平衡板啊,直接做到胶上面,然后再打四个烟尾丝,烟丝合缝 接线啊,老亲们,把正级红色这个线,顺着啊,顺过来,对不对,然后从座子底下穿过来啊,副座底下,接到逆边器这个位置,接逆边器这个位置的时候呢,别跌这一段,要跌逆边器的这一段, 如果接这一段的话说,比如说你拨口了,这逆边器坏了,厂家是不给制宝的,接这一段啊,人家照常给制宝,接到这儿,然后副脊啊,直接打铁的时候,直接打到这个大架上就可以了 整好了啊,老亲们,打铁也打上了,对不对,然后呢,颜色合缝啊,在这儿搅一下,对不对,一放 漂亮啊,一会儿把这个床铺这儿稍微锯一点板,然后这个板呢,别扔了,直接扣到这里,相当不错,这是一个风道啊,可以供它进风 这外面啊,安装更简单,把这油壶啊,三个爪固定好 这个,下来的时候,带个绿心,穿到油泵 油泵啊,插线的这个位置是出油口,直接啊,插上去 排盐口,对不对,在边上这么一甩,在这儿一固定啊 它里面带有卡子和螺蛳,这个吸气管呢,也是同样道理,里面带有扎袋,一扎,就OK了 咱们用咱们家尿素抖动管,就得从油箱里面抽点油,进行试火 油加进去了啊,开始泵油,然后长按啊,开锅上的ON键 这个会语音骑士,这已经开了 长按啊,大概就是说,开了机以后,还记得,它会出现PO,骑士,泵油模式 你不用管它了,它就自动泵油,外面已经开始泵了啊,看一下 这油泵啊,它一个就泵,看到了吧 而且咱们这是静音油泵啊,你几乎听不到声音 然后这油直接泵到机器里面了以后呢,它自动着火 不管它啊,自动着火 哎,这油快过去了 哎,自动着火,听到音了吧 这就是它强大的泵油模式啊 泵过去了,自动着火 这个就测试完毕了 自己动手就可以安装啊 这个快手煮一点快手小